为美国女族国家队在法国世界杯夺冠 做出巨大贡献的中场球员梅根·拉皮诺表示 如果近年的东京奥运会因新冠疫情而取消 它将会被摧毁 拉皮诺还说 疫情面前美国是受到最严重打击 或处理最糟糕的国家之一 1月22日的一份报告称 日本政府私下里已经得出结论 奥运会将因疫情而不得不取消 因此主办方被迫重申 将在7月或8月举行奥运会时间不会改变的承诺 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赫 在纪念开幕式倒计时6个月的视频致辞中表示 整个奥林匹克业界将团结一致 决心确保奥运会的举行 1月22日的友谊赛中 美国女族6比0战胜哥伦比亚 拉皮诺打进两球 他告诉记者将像去年一样为奥运会做准备 但很可能奥运会会举办不了 拉皮诺称 如果东京奥运会取消 那将是非常可怕的 对他个人而言意味着被摧毁 他还说 自己的很多队友都会因为完全错过一个重要的冠军 而感到崩溃 拉皮诺并不认为奥运会会再次推迟 大概率会被取消 在那之前 他和队友们只能继续训练 美国女族在2012年轮断奥运会上 未免成功 夺得金牌 这是美国女族夺得的第四枚奥运金牌 现年35岁的拉皮诺 为美国女族国家队效力超过10年 共为国家队打入52球 也是2019年的球王奖得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